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生活小猫小小姐 木耳好吃又有营养 很多人都喜欢吃 那么我们平时在泡发木耳的时候 时间是特别的长 那该怎么办呢 今天就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 只需要三分钟就可以快速泡发木耳 赶紧跟视频一起来看看吧 木耳营养丰富 含许多我们所需要的微量元素 那如何快速泡发木耳呢 首先准备一个有盖子的容器 再将要泡发的木耳倒在容器中 之后加入少量的淀粉 再加入少许的食盐 最后加入温水 泡发木耳时千万不要用太热的水 这样会造成营养流失 那冷水泡发木耳呢 时间会特别长 然后我们把盖子盖好 用力摇晃三分钟 这样做的目的可以使木耳泡发的更快 我们刚才加入面粉的目的 是可以吸附杂质污垢 那加湿盐是可以起到杀菌消毒 并且使木耳快速泡发 那三分钟左右 我们就可以打开盖子 经过摇晃 木耳可以充分的吸收水分 看一下 这个木耳已经完全泡发好 不错吧 可以看到这个水变得非常浑浊了 不仅可以快速泡发木耳 木耳也变得非常干净 下次再泡发木耳的时候 就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 温馨提示 泡发木耳不要浸泡太久 最好不要超过两小时 泡太久会影响木耳产生毒素 吃了对身体就会有影响哦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这个泡发木耳的方法 大家学会了吗 是不是非常实用呢 如果你想看更多使用有趣的生活妙照 可以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